我們今年總共有28位金手獎的同學 主要的參場城市是在德國的司徒加特 德國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工業重鎮 他的司徒制也非常有名 我們也很感謝是我們的台灣人有家集團的朱智陽總裁 他們在德國有一個公司 就讓我們的孩子在裡面跟德國的學生做了三天的學習 德國的老師跟我們的老師也在裡面有交流的機會 讓孩子們學到說他們德國的工業態度的認真 第一天就是他們工廠的簡介跟讓我們參觀他們的工廠 接下來兩天就是我們兩組輪流做氣壓跟前功的實習 第四天的話他們的實習生跟我們得獎選手的交流 我們做了兩個實習一個是氣壓控制另外一個是前功 氣壓控制的話就是要用氣壓加上一些按鈕開關來控制一個活塞的運作 用不同的接管方式就可以使他有不同的功能 而前功的話就是將一塊金屬塊用錯刀或者是一些工具對他進行加工 讓他變成一個完整的就是有加工過的鐵牌 然後可以在上面留下文字 在做前功的時候他們對於尺寸跟角度的要求是十分嚴謹的 差一點點都不行這麼嚴謹的要求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做實習的時候很少能夠做到這麼精細的要求 他們這麼精細的要求就勢必要花更多的時間更多的心力在這個上面 他們有設計圖然後設計圖上有成品的尺寸不能有誤差 就是在量起來的話要幾乎完全符合 檢查的過程是連就是說我們只要一點的誤差他們都不准通行 這樣子一步一步然後倒把成品做出來他們都很嚴格要求我們 做事都很大方很開放 然後我們一不會問他他就會想辦法回答我們 他們介紹出他們公司還有師徒制大概是在我們國二的時候 就已經分出要往哪個方向去進行 要繼續升大學或者是往職業類科的方式去走 這幾天下來我學到的是德國的對時間的要求 然後他們在公司裡面的紀律非常的印象深刻 此外我們也參觀了一所職業學校 那在這個職業學校當中呢 校長跟副校長很熱情的給我們做了介紹 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說原來在德國的話 讀職業學校的孩子呢他們是三天在工廠兩天在學校 那所以呢但是他在學校呢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個 建教合作生在裡面是工作 他裡面真的是在學習 那我們看到他們有在裡面呢也是在準備要檢定 所以德國的師徒制還有職業教育能夠成功是有他的原因 我們也有在裡面看到那個學校的實習生在裡面做實習 他們在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進到工廠進行實習 這樣他們就能更快的了解公司的運作 等到成為員工的時候他們也能更快的為公司提供生產力 裡面的一些師傅也可以提供他們一些在製作或加工上的小技巧 或者是一些經驗告訴他們 讓他們能夠在就是能夠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也能夠在那邊學習到 就實習參訪過程我看到他們只要地上有一點髒東西 就會馬上有人去把它清掃掉 就是為了保持工廠環境的安全和整潔 不過那個職業學校的校長一直跟我說 很抱歉他們的設備不好 因為他們比較好的設備都是在工廠 所以這也給我一個啟示說 也許我們再多做一些這樣子的產學合作 如果工廠裡面有比較新的設備 可以讓鄰近的學校學生來使用的話 也許我們就可以讓學生就學到最新的設備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所謂的學用落差了 因為你學校怎麼買設備 永遠趕不上那個外界的業界這樣子現場所需 那我們今天來到賓寺的司法服務館 很開心可以來這邊 希望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然後對於未來就有所幫助一下 其實同學們呢還感到很驚訝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參觀了賓寺在德國的廠 這個所有S系列的賓寺車呢 都是在這個工廠所製造出來的 它大概幾乎有90%都是由人工手臂 可是呢在最重要的品管啊或者檢驗方面 還是非人工不可取代喔 所以呢同學們應該可以學到就是說 如果當你是成為一個具有不可取代性的人的話 那你一定會有你的一腳可以發揮你所能喔 金氏博物館它的建築構造是很特別的 它是一個螺旋式的建築 然後從最古早的運輸工具 也就是馬 然後開始慢慢進展到有氣壓氣壓機 然後慢慢地進步進步到現代的跑車 據他們說他們的工廠內的自動化 已經可以達到90%了 這樣這麼高自動化的工廠 就只需要幾個人力就可以 在一天之內製造出好幾部汽車 能把一向汽車工業的歷史從那麼古早就保存到現在 有一千多台的車輛都放在裡面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海德堡的話它是一整個市區 它裡面的建築都是一些蠻古老的建築 他們都把這些建築保存得很好 沒有刻意去做一些更洞或裝潢 那邊基本上很少能夠看到現在的現代的建築 所以從海德堡往夏府看整個市區是非常漂亮的 而德國他們也不僅僅是保存 也嘗試的在修復這些古蹟 這些保存方式讓我印象很深刻 他們能把古堡保存得那麼好 然後又可以把它推廣出去 然後做一個有系統的管理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 對古蹟的保護上我覺得是做得非常好 當我們看到一個藝品的時候 有一位板金的同學他就說 這個我會做耶 結果另外一個支蟹的同學說 那回去我幫你買材料 然後那個製圖的同學就跟他說 我幫你畫圖 我那時候的感覺是 這些孩子他們回來之後 他們就是一個很棒的團隊 他們將來一定在各行各業都是頂尖的人才 而這些人才透過這一次到德國參訪 他們認識 所以將來他們結合起來 我都跟他們開玩笑說 將來我們的GTP可能要靠各位來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十分驚訝就是在不同地方介紹的時候 不同的專業都能夠有 這一項專長的人出來跟我們解釋 就是讓我們更容易去理解 然後我也很開心能夠獲得這次機會到德國演習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歐洲 他們現在大概只有十八歲左右 就讓他們這樣子去看大開野界 看看世界是怎麼樣 對他們人生來說一定有一個很棒很棒的啟發 真的很感謝教育部願意有這樣子的經費 讓這麼優秀的學生 他們有這樣一個很棒的參訪的機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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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